喀纳斯一颗镶嵌在新疆广袤大地上的明珠 它是每一个新疆人的命运的好地方 甚至有人说它就是新疆美景的极致体型的地方 对于参观像这样九户色的景点 提前做好风月是非常重要的 整个喀纳斯景区分为喀纳斯河与喀纳斯河亚的地方 著名的山湾及沃隆湾、瑞兰湾和神仙湾都属于喀纳斯河的景观 在他们之间都有区间车不断来对 而如果要欣赏较为完整的喀纳斯河 就必须要登上位于喀拉开特山上 海拔2056米的关于台 乘坐区间车抵达关于台的山脚下 可以隐约看到三人的小亭子 但想要到达小亭子所要面对的 叫做是长达1000级台阶的用力 这1000级台阶大约相当于 平均里40到50才有的高 并且每10级都会在台阶上标明数字 整个过程对于上个月才赚了3.5而言 比较轻松 但如果是中老年人的话 还是经历慢感 登顶关于台后 三星之二的喀纳斯河 突然有点特别下 缘缘缘缘缘缘的阿尔堡上 也不尽数连统 面对如此重要的抗氏雷阱 就算能再多用力 OK 我是小N 喜欢点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